我以前在日本公司上班的時候 差不多同一個年紀的男生 他跟我說我已經有結婚了 然後他說所有的錢 全部需要給老婆嘛 然後有一天 跟大家一起吃飯的時候 那個時候那個男生同事 偷偷跟我說話 欸 新娘 新娘 欸 怎麼了 株価借給我錢嗎 多少錢 欸 五萬 怎麼了 為什麼突然跟我說這樣 因為他就是剛剛進來公司嘛 沒有那麼多錢 然後那個男生跟我說 偷偷跟我說 欸 我真的 我要錢 欸 可是你... 原因是什麼 因為老婆就是 下個月跟朋友一起出國 要... 如果沒有給他錢的話 可能他... 老婆沒有面子 然後我也沒有面子 面子 因為日本的男生很愛面子嘛 如果突然有真的話 老婆會不會有誤會什麼的 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那男生跟我說 欸 不會啊 我...我騙老婆說 欸 我在公司裡面的表現很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公司給我的獎勤 說這樣子 對 可是他在公司裡面的表現 完全不好 然後常常被罵 所以我... 他...他真的很... 常...常情 陳強 我想問一下 他的這樣的狀況是怕老婆看不起他 還是怕老婆的家人看不起他 嗯... 朋友 都是朋友 都是朋友 就是對那個老婆的朋友們 因為很愛面子 愛面子 而且聽說日本人陳強到他們還有什麼 假上班的習慣 對 就是他明明沒工作 他可以白天然後穿好衣服出去假裝上班 也是西裝筆挺的出去啊 講到這個 他就是人中巧處 有一點是你不是也是穿好怕媽媽擔心走出去 就走出去 我就都躲在咖啡廳裡面啊 然後就是... 因為我媽會上來看看嘛 然後我就是看說 啊...晚上五六點天黑了 然後看門口 他拖鞋不在我才就進去這樣 哦... 就一直演上班族 有一個月 才找到新章 這樣媽媽會問很多啦 會擔心 會擔心 家人會擔心啦 正好沒有常常的話覺得奇怪 所以有一些男生 有一些日本的上班族 故意去其他的地方弄餐了 弄餐喔 弄餐了 不然直接會就覺得 媽媽爸爸覺得很奇怪 法國也是有一個 一個習慣是小費 哦... 哦... 對 因為我們在法國去餐廳 是去咖啡廳 要給小費 那... 因為這個也是免制的習慣 就是不敢... 有很多人... 因為我們是... 小費是放桌子上 所以不敢給別人看 哦...會覺得 如果你放很少的話 就覺得哦... 你很小氣什麼的 沒有很大方的人這樣 所以我有朋友有時候 也是喝咖啡 那如果在法國你喝咖啡 大概是兩歐 這樣差不多六十... 六十代幣 可是他也會放多一百塊 哇... 蛤... 這麼多 給他一百塊的小費 因為他... 他做的時候就是... 旁邊都是很漂亮的女生 所以不敢... 哦... 不敢只用小費而已 對... 所以要放很多 但是... 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大概要放是10% 但是20%的小費這樣 哦... 哇塞... 都法國人有這麼愛找女生 對啊... 因為旁邊有漂亮女生 哦... 在德國就是... 單身的時候要成強 哪一方面要成強 很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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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其實他已經單身一陣子 然後也... 重點是他也失業 對... 他也失業很久了 一直找不到工作 可是我們問他 過得怎麼樣的時候 他就說... 沒事啊... 我很好啊... 然後他就是很... 很自大的感覺 就說... 我知道你們這些草莓族 如果跟我一樣 你們一定沒辦法 什麼的... 其實我有聽到一個... 另外一個朋友 這個... 單身的朋友 跟我的另外一個朋友分享 他其實已經得了憂鬱症 哦... 可是呢... 他為什麼不想讓我們知道呢 因為我過得很好 他覺得他如果告訴我的話 他會輸給我 他不想在生活上輸給我 所以他會跟過得比較好的人說 他過得很好 哦... 很奇怪吧 這現象很常會發生 對啊... 對... 在同儕之間嘛 對... 那有沒有成績因為 真的太愛逞強了 對... 跟另外一半起衝突的 慘痛經驗有嗎 哦... 有... 我認識了一位巴西人 真的是正強到... 快發瘋了樣子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七個朋友 我們就是約去那個... 上上去camping 去錄影 然後其中一個朋友呢 他就說... 好 我一起去 因為他最近就是很想要去 享受那個打字人的感覺 因為巴西哪時候很流行 那個什麼國家地理的那個節目 就是你可以在打字人火下去 然後想辦法打獵啊 自己想辦法抓那些水果什麼什麼的 都愛看這些東西 然後呢 我們這些朋友 我們就是帶自己的食物 就是我們帶自己的肉啊 分水果什麼什麼的 大家就是不要 大家是要想辦法 再打字人 這次剪下來他要吃的食物 好 沒關係我們就去 帶他的女朋友來 第一第二天之類的 就是附近的那個camping區的水果 全部都已經被吃光了 每天看他的女朋友真的 他的臉好臭 因為我們就是吃好好的 然後最後呢 真的好可憐 然後最後一天 我們為什麼要離開那個地方 其實我們沒有想要那一天離開 所以我們大家特別早起床 因為聽到那個情侶的長篷裡面 有一個很奇怪的聲音 就是 啊 哎呦 就一直最好奇怪的聲音 小楊哥想聽這一段 很奇怪嗎 本身最後呢我就發現真的有問題 我們就直接把那個拉鏈打開 蛤 就 本身哪個枕風沒有在動嘛 方便嗎 方便啦 我們就直接打開 就發現任何人在那邊狂吐 你知道嗎 狂吐啊 就一直吐吐吐 然後那個人的臉真的好白 真的白了不行 他就這樣子直 就是旁邊的那個枕風的一個角落 一堆香菇 蛤 我們就跟他那些香菇說 你是這個吃起來的香菇 然後他跟女朋友在那邊狂吐 我們是擋下把大家全部東西熟起來 然後是開始到那個醫院 再發現是食物癌 就是他有中毒 然後他在那邊 常講到這樣子 他快死掉了 以前我在日本的時候 一個日本的男朋友 然後那個時候他 什麼時候的事 大概 為什麼突然笑 你為什麼笑我這樣 大概三年以前吧 三年以前 不要對你一直看我 壓力很大 對 對 你想知道什麼 你可以直接問 對啊 對 以前在日本的時候 三年前 那這三年呢 大概三年以前吧 對 然後那個時候 男朋友常常有加班 然後有工作很忙 然後 然後老闆跟他說 突然臨時有加班 然後我跟他有約 有約會嘛 可是他常常臨時有加班 那當然有取消 我妹妹沒有辦法去約會 然後那個時候 那你為什麼一直要看著杜莉講 因為他怕 好 然後那個工作 那些工作是當然一個人 做不了的工作 可是老闆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工作 他說當然可以沒問題 所以有一次 有一次我打電話給他的 等一下 杜莉 他講故事我要看哪裡 看我啊 我啊 你不好看啊 而且你看他的時候 你伸什麼舌頭 媽媽 可以慢慢來嗎 可以慢慢來嗎 杜莉 杜莉要說可以慢慢來嗎 那是下一集的 下一集的 下一集 要溫柔 對 然後有一次我打電話給那個朋友 然後可是他常常沒有接電話 然後有一次 有一次會接電話 我問他 你怎麼了 他說很累 想要休息 可不可以讓我休息 然後我這樣子很受不了 所以我就是就分手了 就是媽媽 就是明明他就是 自己一個人做不完的工作啊 可是他覺得 我自己一個人沒問題 然後跟老闆說 自己我 我可以全部做得完 所以我們完全 那個時候完全沒有 就是電話 約會 然後講話也越來越少 對 杜莉 不要逞強喔 沒有 沒有 我這一段工作 我一個人是可以的 那你要去哪裡約會 我都以你帶你去好不好 你的工作最好一個人可以了 如果沒有後面的band 你怎麼唱啊 欸 你這樣子講也對 對啊 而且他每天都在寫那些老師 你知道嗎 蛤 就說今天老師真的 我跟你講 真的在我心目中 排名第48的 這種也早來真的 蛤 那你跟辛賴的婚禮 誰要去唱 就是你跟小梁哥 對啊 我要請你們兩個唱 那真的是一場輝煌的婚禮喔 用輝煌來形容 哇塞 太逞強了啦 這個 逞強倒會影響他們兩個交往的 對 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就不對了 台灣人也是對於工作方面 會非常的逞強耶 除了像那個剛剛辛賴說 也是會上司交代工作 其實做不完也會應接之外 還有一些人就是創業 然後創業的人很多常常明明 就是自己不太行 可是就是會逞強說他可以 然後因為像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男朋友就是辭職以後去創業 可是因為他男朋友家 不是很有錢的那種 所以沒什麼資金 所以他就要到處跑啊 去找投資的人幹嘛的 然後每天都很累很累 然後因為我朋友女生她是一個 比較有點肉欲的女生 他以前就是覺得每天都要來一下 那後來他男朋友開始創業之後 他就想說好吧 我可以體諒你 不能每天 那至少每個禮拜要有一次吧 但他就說後來 就是連一次都沒有 每一天到一個禮拜一次 他已經犧牲很多了耶 對 他說都沒有 你怎麼突然認真的起來 我說他為了這個男生 有...有... 有犧牲... 然後他就想說那怎麼辦 然後他就想說不然我來主動出擊好了 所以他那時候他就開始那個... 他買...他就比如說會開始什麼 在家放A片啊 或是買... 故意買很多情趣的玩具擺在那裡 就是要引誘他男友 但是他男友就完全不為所動喔 然後有一天他就真的很難過打給我 然後我就說怎麼了... 他就說因為他那一天就想說 不然來個大絕招好了 他就... 大絕招? 什麼大絕招? 他就是呢... 那個... 在他抓他男友下班的時間 然後他穿全套那個情趣內衣 冒著有可能會被鄰居遇到風險 他直接站在門口 對... 站在門口 對... 這個... 那有人過來問他多少錢嗎 對啊 這個根本是討債嘛 好好的住宅區搞成一樓一縫 對啊 他就想要誘惑他而已 後來他... 那你不用在門口 你就站在門裡面嘛 對啊 男朋友來叮咚 你一打開是這樣就OK啦 他就想說要給他驚喜 那你站在門口 小梁跟怎麼這麼... 他那些老王老李來到垃圾 心臟病不是發了 你怎麼想發 請問... 你在激動什麼 沒有... 你現在在激動什麼 沒有錯... 你是不是想知道 他住在哪裡 社區的治安要維護 要維護 然後反正那天他就想說 這已經大絕招了 然後就性感那個... 那個情趣內衣 然後直接站在門口 想說男朋友... 那個一開電梯出來 應該會很驚喜 然後立刻把他推到房間鋪倒 哇 結果他說他男友 一上樓 然後一開電梯 看到他之後就... 哇...好好看喔 然後就走進去了 走進去了 好臭傷喔 他就超難過的 他就立刻... 這真的會受傷 對 他就立刻打來問我說 我是不是變醜還什麼 我說沒有 就是趕快安慰他 他就說真的太受傷了 他這麼犧牲 那後來怎麼辦 就是後來就是真的是他男友就是... 反正就一直說工作很累... 工作很累 然後後來就... 就真的就分手了 那後來你怎麼調適自己的心情 對 我啦 我拍一套啦 對嘛 你站在門口 你站在門口有點誇張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你在門口不會著涼嗎 你每次講這種故事 我都覺得你都借有一個朋友 根本就自己 如果你要獲得我們的認同 你就穿那一套拍... 拍那一套... 穿那一套拍一張來給我們看看 還是他穿來 很久沒有看到你那麼驚慌是錯 沒有...就是... 而且你很Hyper 我是為那個主委糞糞不平 OK 那棟大樓怎麼會搞成聲色場所 對啊 是... 他要去應徵管理員了 怎麼應徵 OK啊 那後來你的心態如何調適 沒有啦 沒有後來我朋友他真的是... 反正後來因為就真的這樣子 後來就分手了 因為他就受不了了 就因為這樣分手喔 不是 因為他就說... 後來就真的到一年都... 他說一整年他男友都沒有碰他 那男生到底是幹嘛啊 然後男友就是一直說 就是一直說是工作壓力很大 就一直說就是很忙很累這樣子 可是他...女生說那我需要我幫你 就是我可以借你錢 什麼男生又說不要 那這樣女生...女生會很受傷 對啊 他就覺得... FN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男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